我不要吃贵贵,我要吃棉花糖 哼,这个臭小子呀 昨天我没有让他吃上棉花糖 他居然到唐山那里告我的状 害得我在唐三哥哥心目中的地位都变得低了呢 哼,今天呀,他是死皮赖脸的馋的唐三哥哥又来到我家 吃不啥也让我给他做棉花糖 哎,你说可恨不可恨呀 你就那么嘴馋想吃我做的棉花糖 不过呀,我做的棉花糖的味道确实是好吃 但是呀,我只给我的男神糖酸哥哥吃 我是不会给你吃的 哎,你看看看看 我的棉花糖都奔到这火炉上里烤化了 哎呀,只顾着说话呢 真是气死我了 哼哼,这一次呀,我要重新做 我要做一个最好吃的玩玩整整的棉花糖呢 哇塞,这说话间都穿了这么一大串了 这是百三百重呀 哇塞,小小棉花糖快点做起来 哎,蘸点巧克力 然后加点这糖的味道奔平多好吃了 我敢说呀,我做的这串棉花糖 肯定是前往最好吃的棉花糖了 谁都不要和我争 我一会儿要献给我的男神呢 哇塞,来,翻起来 哎,加点巧克力吧 来,哎,多穿一点 这么好吃的棉花糖做少了 我的男神他不够吃呢 哇塞,还有一个转盘的棉花糖 走给他多穿一点 哎呀,前面这个大火炉可不能粘上去 要把我的棉花糖给烤化呢 多翻滚,多穿 哎,我仿佛又看到那个臭小五了 他早上就排在糖餐的前面等吃我的棉花糖 你算了吧你 我呀,是不会给你吃的 哼,我辛辛苦苦做的棉花糖 那只能给我的男神糖酸吃了 来,糖酸哥哥 请张开你的大嘴巴 慢慢享用吧 味道怎么样呀 至于那个臭小五嘛 我也不能再给他吃棍棍了 这样的话 我就没法向我的男神交代了 那就给他做一个吧 来,小五尝尝吧 我可给你做了啊 你可不许再告我的状了 就不要再拿下来 你真是小五尝尝